9月15、9月16这两天 对于台股投资朋友来讲 真是至为关键 为什么? 优喜参半 我现在讲好事 再过7个小时 Apple他们即将要举办新品发表会 到底在这场发表会 会有哪一些新面试亮相的新产品 等一下Azure要带我们先赌为快 但优的是什么呢? 同样再过几个小时 华为美国制裁晶片的绝杀D-Day 就要到了 大家就在担心 从设计 从晶圆制造 到记忆体面面向向 对台股的冲启 掉了这张超级大客户 对台股的冲启肯定不小吧 今天Azure就带我们来看到 从台股昨天到今天续涨 多头继续点火继续望 都没在怕吗 每逢周二喜事多 昨天的一个台股大涨了111点 今天的台股再续涨了一个57点 那为什么能够这么的一个强悍 各位其实大家要留意的是 整个的一个新台币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波动了 在昨天的一个收盘 其实已经升破的一个央行总裁 杨金龙先生的一个汇率的一个防线 所以说今天已经升到了29.199 也就是突破了一个29.2 那如果整个热钱效应持续的一个放大之下 代表多头这个点火会变成新火燎原 那再加上刚刚俊相哥讲的 在所谓的一个明天的凌晨一点 这个苹果的一个所谓新品要来做一个推出 所以华为利空的一个事件 已经渐渐的渐渐的离开 目前的一个舞台性 也就是说利空应该是已经出境了 那当然台湾迎接了还有很多 包括政治面的一个注意 比方来说礼拜四这个美国的一个国务次侵 也要来台湾 这台湾股市近期的一个强涨 也都来做一个正面性的一个相关 包括台积电目前来看的话 也可以讲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因为华为占台积电的一个营收是15% 如果华为离开之后 那什么能够地补 竟然能够大超过华为 两到三倍的一个订单的 Intel能够地补进来 所以说以整体来说的话 台积电在站上 9月2号开高走低的441块 在今天已经最高公道的一个447 所以如果台积电再动的话 其实联电在今天 也在外资的一个目标价调高之下 也是同步的一个大涨 所以说金云双雄来带的话 我认为整体来说的话 台湾股市后市 应该有机会来挑战之前的 13000331点的一个大关 阿赛我们看到了这个后华为时代 台股什么都不怕 旧人去新人来 那我们就来看到再过7个小时 苹果的这个新品发表 大家都等着看 有没有iPhone12 其实我们要看的何止iPhone12 有哪一些精品 先待我们先赌为快 没错 在整个7个小时之后 这个苹果的一个新品 有没有iPhone12 大家都已经打好预防针了 9月份没有 10月份也来有就好了 但是以目前掌握到的一个消息 其实大家focus的是在新的一个苹果的一个 Apple Watch 而这个Apple Watch会主打这个血氧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检测 这也是目前在过7个小时之后 大家总的一个聚焦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包括这个iPad也会来首次使用的这个mini LED 以及重要的是 这个对台积电有关系 这个MacBook 它会搭载苹果自家的一个 Slicon的一个晶片 所以说以目前市场上来说的话 iPhone12这四款 到底会不会等一下下来推出 外资的一个报告也出来了 5G版的一个新iPhone的一个出货量 认为今年是有7800万支的一个水平 但是如果整体来说的话 也就是新款再加上旧款 市场上也认为会达到8100万支 而这个8100万支在法人圈 就会认为会形成一个单级新高 也因为如此 昨天那个苹果股价涨了3% 目前还没开盘 它的盘检又持续的一个续涨 阿瑟这张图其实至关重要 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就要按图所记的 从穿戴装置一直到iPhone 然后到MacBook Size各不相同 每一张图后面都有一个 我们可以来推荐大家的一个投资密码 我们先来讲讲看 iPhone就算晚到终究要到 iPhone12的后面你看谁 好的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PCB 尤其PCB的一个重点 这个2313的一个滑通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一个滑通 其实股价也是持续的一个上攻 最高来到48块 收盘小涨了一个大概2% 那最重要的是法人预估 滑通这一波的整理应该已经结束了 第三季的一个营收法人预估 他渴望计增25% 那刚刚有讲 这个苹果的一个手机 其实以目前来说的话 为了增加手机的效能 跟提升这个电池的一个续航力 从原先传统版导入这个高阶HDI的一个设计 已经让整个的一个滑通 今年的一个营收不停的过关斩将 那在今年度2020年EPS上看到预估是4.7元 也就是年增这个将近50% 这预估是46.5% 所以说短线上在之前 有一些特定的一个利空报告在打压 结果形成了将近2到3个礼拜的底部 目前的缺口已经有效的一个站上4天 而且短中长期的一个均线都已经往上弯了 所以说后市2313的一个滑通 渴望来做一个补涨的一个效应的示范 阿赛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在7个小时之后的 苹果的新品发表有三个主角 其中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穿戴的Apple Watch 这一次是主打了这个跟健康息息相关 血氧健康检测 谁获利呢在这一波 好的这个血氧方面 重点的一个健康检测 就是要摆在3227的一个原项 那原项这一档个股 其实8月份营收已经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整体来说的话 第三季的一个营收法人预估也是可以激增20% 那当然刚刚俊相科有讲 这个Apple Watch是一个主轴 那其实原项除了这个Apple Watch 这个血氧健康检测之外 现阶段市场上任天堂 Switch的一个出货 市场又预估会激增了一个25% 也是原项的一个专长 所以说短线上原项也是出现了一个 下沙之后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养成 那第二季预估是赚了一个2块 第三季EPS渴望突破到3.36元 今年度突破10块钱没有问题 法人预估EPS是接近11块 那整个的一个营收 渴望在2020年 角出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年增81% 所以后市来看的话 看看明天早上这个Apple Watch 是不是会有新的一个亮点出现 我们看到iPhone 12 如果它要嘛7个小时后 要嘛你说10月 它会让5G的风吹得更完整 5G的概念之下 而且今天晚上看谁 其实这个5G很重要 我们政府的一个机关 大概也误实到的一个认为 我们目前国内的一个5G的一个 所谓这个动作 好像有一点慢半拍 所以说政府也推了一个 所谓266.5亿的一个什么一个资金 要来推动电信三雄 赶快来布建这些激利台 那以小型激利台来说的话 4906的一个证文 它的8月份营收 已经拿掉它子公司政绩 竟然还创8年的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说可以来留意的是 它的一个股价在横盘整理当中 量能已经进一步萎缩了 那我刚讲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补助 也是务实在这个小型激利台 而这个小型激利台 是做这个室内的一个涵盖为主 所以说这个small sale 如果说能够大幅度的一个 来做一个推论的话 我相信4906的一个证文 应该后续还有所谓的一个 补涨的一个空间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